大家好,我是小林 在大陆,大家一提到有名的大学 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清华和北大 其中清华大学又分台湾清华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 那么它们两者有什么渊源呢? 今天小林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北京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 始建于1911年校名清华 源于校址清华园的地名 是晚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 其建下的资金源于1908年 美国退还的部分根子赔款 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 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南迁长沙与国立北京大学 私立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迁回清华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清华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面貌 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后 成为多科性科技大学 1978年以来逐步恢复和发展为 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截止到2020年12月 北京清华大学校园面积总计442.12公顷 建筑面积287.64万平方米 设立有21个学院 59个教学系 开设有82个本科专业 有博士后流动占50个 一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科 22个 一级学科博士 硕士 学位授权点60个 有职教工15772人 在校师生53302人 台湾清华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 其实都是同处一脉 他们的校长都是没一期没校长 台湾清华大学简称清大 实践于1911年 位于台湾省新竹市 是一所公立的高等院校 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 中欧商校联盟 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的成员 台湾清华大学的前身 为1911年在北京设立的清华学堂 1925年设立大学部 在抗日战争期间 西迁至云南昆明 与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 市立南开大学 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解放战争之后 清华大学一分为二 分别设立为北京清华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 台湾清华与北京清华 更有一笔写不出两个清华的说法 台湾清华大学首设 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 1964年恢复大学部 2016年11月1日台湾新竹 高与大学并入台湾清华大学 北京清华大学与新竹清华大学 双方合作MOOC课程 学术访问制度及双联学位课程 并与厦门三方共建 清华海峡研究所 促进两岸学术级文化交流 截止2019年11月 台湾清华大学公社 有人文社会、理工、原子科学、生命科学 电机资讯、科技管理等十个教学部 学校现任教师830人 兼职教师571人 职绩人员782人 现有校生16678人 其中学士班66001人 硕士班4914人 博士班1563人 为社会输入了大量的人才 其中包括诺贝尔 大学奖得主李远哲 中国科学上海生命科学研究精神科学研究所所长 普牧明 原今日头条副总裁马维英 香港科技大学第四任校长 史维等一大批 结出校友 1908年 美国退还了部分根子赔款 清政府用根子赔款设立了流美预备学校 由于学院的弟子在清华园 属于就更命为清华学堂 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 这也是清华校庆日的由来 1914年 梁启超先生来校演讲 以君子为题 其中讲到天行剑 君子以自强不息 及第四困 君子以后得载物免力同学 学校就将自强不息后得载物作为校训 1928年8月清华学院正式更名为古立清华大学 由罗嘉伦担任首任清华大学校长 而后继者为吴南轩 但时间都不长 此时清华学生会提出清华校长的理想人格标准 一无党派色彩 二学识渊博 三人格高尚 四确定发展清华 1931年10月14日 国民政府反复斟酌握舍 终于正式任命梅一期为清华大学校长 梅校长获得清华师生的充分支持 也开启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 到了1947年 国共内战爆发 梅校长一直任续制 1948年12月 普与时机搭击南迁 1955年 梅校长抵达台湾 便开始了筹备台湾清华大学的筹备计划 最终选择了在新竹建校 由于台湾同美国签订了 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的协力 设立台湾原子科学研究所 并于同年12月 成立了台湾清华大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 1956年 学校正式开始造成 但由于校舍尚未完工 故站于台湾大学上课 至此台湾清华大学校务在台湾正式运行 1957年 台湾清华大学的办公大楼 教职楼宿舍 学生宿舍 相继完工 学生从台北返回新竹上课 1962年5月19日 梅校长病逝于台大医院后 台湾清华大学校务 占有乘客中教务长代理 学校建于数学的重要与日矩阵 台湾内大专学校 数学师资极为缺乏 为培养数学研究人才 充实数学师资 并加强原子科学研究 至数学课程 设立数学研究所 次年春天 数学研究所开始了 第一批研究生招生 1964年8月 台湾清华大学恢复大学部 并于次年设立了 数学、合工、物理、化学等系 台湾清华大学教学组织 有了长足的发展 1967年设立物理研究所博士班 次年原子科学研究所化学组 成立物理研究化学所 遭受第一批研究生 并于同年启用 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 随后体育馆、大礼堂、校门 也相继落成 至此台湾清华大学正式成立 两所清华大学可谓一母同胞 都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 现如今也是世界一流大学 小林希望他们能办得更好 走得更远吧 好了,我是小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和点击订阅哦 咱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